第一观众的焦点就是欧美联军对利比亚顿武却还是以格达费政府为正统 并没有承认反抗军政府 不过这也让之前跟格达费划清界线的高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利比亚政府真有钱 驻美大使位在华府的官邸像皇宫一样 里面金碧汇黄家具摆设到处充满的贵气 前任大使欧查理为美国有限电视台CNN的记者当导游 欧查理与格达费划清界线立刻被拔掉大使的头衔 指败爱警的部署接掌大使馆 原来的大使馆关门欧查理失业一家窝在关底 身家性命还不时饱受威胁 家园遍地风火 官邸看起来还是如同往袭 墙上还是挂着大省欧巴马 以及布希总统的合照 唯一不一样的是拿下了格达费的肖像 而这个决定让大使一家人能住多久 现在成了大问题 中间新闻黄瑞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的aster余